三副 接着末后两句 是独送大臣 全尽心臣 总共三条 是一句 这句是自立 最后一句是立他 自己成就了 要教化众生 要帮助别人 这就是劝劲 其他修行人 学佛的人 一定要帮助他 这头一条啊 三副啊 三副是根本的根本 扎根教育 指导 戒行最高的指导原则 不可以不知道 第二个空目呢 六 我们是个小团体 团体不大 应光祖师教导 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道场越小越好 为什么 能用功 道场大了 富丽堂皇 变成观光旅游点 你根本 你根本没办法 休息 每一天 观光游蓝的人 那么多 你的精神 要用去接待他们 照顾他们 所以不能休息 道场 不超过二十 那么来佛寺 里面注重 只有五个人 有时候三个人 相间小庙 是破旧的个小庙 只有几间毛棚草户 又偏僻 没有人去 常年 没有人去烧巷 没有香火 没有供养 全靠自己 耕种 如果没有自己勤劳耕种 他们吃饭都成问题 好修行 生活是修行 工作是修行 待人 借物 都是修行 他修行的方法 就是一句佛号 三福 他们真做到了 不但 孝亲 尊死 慈心 不杀 修世善意 不但如此 他们真正发菩提心 身心 因果 他发的菩提心 就是欧阳达斯所讲的 身心 契约 就是大菩提心 身心 有西方 基罗世纪 有阿弥陀佛 不是假的 真心 想生到基罗世纪 想亲近阿弥陀佛 这就是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决定的 身心 这是神心因果 念佛是因 到极乐世界 是果 到极乐世界 就保证 夜深 臣服 法门 无比的殊胜 要认识 极乐世界 要认识 阿弥陀佛 怎么认识 都在无量手间里面 南韦 黄年术老巨师 给我们做出 最好的 诸解 用 八十三种金论 一百一十种 祖师的诸书 来诸解 无量手间 太难得了 阿 这个人 同宗 同教 邪密 云荣 阶行 都值得我们 赞叹 值得我们 学习 我们是 万年才认识 当时 弘扬 念功的 汇集本 在国内 只有他一个 在海外 也只有我一个人 没有人 讲这部经 学这部经 所以我们两个人 碰头 见面 欢喜 欣慰 诸位 可享受 人 人少 要 佛 佛 万事 行 出家人 称重 重 就是团体 不是一个人 最少几个人 四个人 四个人 在一起 修行 一定要 修 六 火 今后 通节 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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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感谢观看